主持人寶善老師 現在有請主持人寶善老師 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有請主持人寶善老師 各位大家晚安 如果我講普通話 應該大家沒問題吧 可以 那我就 廣東話 好 廣東話 好的 真是 我很榮幸 可以邀請到 南國希先生為我們 去做這個演講 我們的主題叫做 《說不盡的藍圍巾》 藍老師在 今年是逝世六周年 過兩天就是了 中秋節 老師離開我們 但是一直以來 香港是沒有任何 去介紹老師的一個活動 正規的活動 是沒有的 這些大型的活動 所以今年也是 藍老師的 誕辰一百周年 我很希望 為老師可以做些事情 讓一個這麼好的人 這麼好的事 令到更加多 我們香港人 或者香港周邊地區的人 認識藍老師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了 藍老師最小的兒子 藍國希先生 去為我們演講 有請老師留步 現在進行紀念品頒鎮儀式 有請延登慈善基金主席 補善老師頒鎮 並請藍國希先生接受 有請藍先生 現在進行紀念品的攀升儀式 有請楊增慈善基金主席 給寶善老師頒鎮 並請藍國希先生接受 有請藍先生 十分多謝寶善老師及藍先生 現在將時間交給今晚 講座主持嘉賓 藍國希先生 十分感謝寶善老師及藍先生 現在就將今晚的時間交給 主展嘉賓藍國希先生 我剛才這一句功是深感歉意 第一個歉意是打擾每一個人的晚飯 因為我知道香港人的習慣吃飯比較晚 所以寶善老師剛好選了一個晚飯的時間 那我很抱歉 第二個抱歉是我很抱歉 我其實在香港住了27年 只學了一個字的廣東話 就是麻煩 然後下面接著就是請給我一杯水 這是我的廣東白話的程度 我常常拒絕參加任何的廣東朋友的活動 就是因為這個全桌的講廣東話的朋友 為了我一個人而講普通話 我心裡非常內疚 我要非常感謝這個燃燈基金會 還有寶善老師 逼得我 不斷地要求我 在老師的百年給這一番的這個 南淮金老師說不盡的介紹 為什麼呢 這個我自己覺得在南老師的生活當中 兒子講父親是很憋扭的一件事 而且真正能介紹南老師介紹的好 在位有好幾個同學 有林國輝大律師 大瑜伽師卓納老師 我自己的老婆是一個南老師的鐵粉 他們講起南老師 而且都可以用廣東話講 都講得比我好 所以呢 我覺得我一直拒絕寶善老師 可是呢 她的堅持也打動了我 我呢 介紹一下我自己 剛才寶善老師介紹 我父親有六個孩子 我是輩分上最小的 可是年紀上不小 再過三年呢 我的八達通就可以打半價了 所以呢 我很興奮 我只怕到時候呢 沒人讓座給我就是了 第二個呢 我呢 本身呢 要跟大家 南老師要我說明幾件事 第一個呢 我的中文程度 只有小學三年級 我待會兒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的中文程度 只有小學三年級 所以我的很多中文呢 在介紹當中 比如說 情有獨宗 獨有情宗 對我來說啊 差不多了 我就混過去了 你們要是聽錯了 也就多原諒我 這個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的人呢 在做的大部分這一代 有三個 基本上要感恩的 第一個感恩呢 都是感恩有父母的遺傳 父母的生育生養 第二個呢 感恩有一個很好的老師 給我們一生的錘教 當然我們最信任的這一代呢 就是有一個平平安安的這一代 這一生有一個求生求學的機會 而在這個三個感恩裡面呢 恰恰好呢 父母跟我的最感恩的老師 就是我自己的父親 所以呢 在這一方面呢 我想跟大家也說明一下 在這個人生裡面啊 這個我們的子女啊 裁員啊 一般般 可是法員非常豐富 那我想呢 在做子女的來介紹男老師呢 有好幾個方面可以介紹 一個是研究男老師 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我們一起來研究男老師 男老師的思想 男老師的行為 這個不適合我 第二個呢 研究男老師的生平 這裡面呢 其實有好多故事 男老師這六年走了以後 很多人寫了老師的生平故事 這個呢 我今天晚上會稍微點到 可是不是我的重點 我的重點呢 可能就是落在 這個所謂的 現在中國大陸 祖國流行的 家風 家教 家訓 實際上啊 家風 家教啊 不存在這件事 你們自己回想自己的父母 沒有真正的一堂課 沒有一個課本 任何的家風 家教 都是潛移默化的 慢慢的形成 就像美國人講 BBQ 是慢慢的每一天 各種的行為熏陶而出來的 所以這是我想講 很多人假如對男老師 有任何的興趣呢 總會問到 男老師是什麼樣的性質的老師 男老師連個小學文品都沒有 有如此的所謂的一生的成就 而男老師走後這六年 到底留給這個民族 這個國家什麼東西 真正了解男老師的人不多 更不要說了解他的宏願 跟他的形意 我今天呢 只能從我自己的小小的角色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還不適合叫做演講 一 我不會演 二 我不會講 我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選了第一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是男老師在1991年 已經到香港三年的時間 學生們呢 請了英國的女皇這個攝影師 專家攝影師幫老師拍了這一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呢 從照片當中 這個男老師洋溢中一種威嚴 他有見人所不見的智慧 很難從照片裡看出 男老師也可以說 從照片裡看到 我自己認為啊 這就是做兒子的難處 好像把自己的父親講得太好呢 又不太好意思 可是老師有不凡的氣質 很難從照片裡形容出 我不喜歡這一張照片 為什麼呢 我每一次帶朋友啊 去見男老師 第一次見人家看一看 男老師說 哎呦 你父親真帥 然後呢 我朋友呢 會回過頭看我一眼說 你大概長得像你母親 所以呢 我呢 自認呢 我沒有遺傳任何男老師的優點 所以心裡很慚愧 所以在大家面前獻醜呢 是一個很內疚的一件事 男老師我剛才提過 實際上在香港待了15年 1988年 在一場很意外的一個同學 發生了一場意外 老師急急忙忙的 從美國趕來香港 一住住了15年 他第一個房子住的是 22號百家道 百家道 22號被誰買了 最近被一個紅人叫馬雲買了 老師沒有錢買 22號百家道 那個時候是他一個外國學生 叫李什麼 不是李白吧 那個 他是比利時的大使 在香港 可是是男老師的學生 娶了一個台灣老婆 會講普通話 就把老師 老師來到香港的 前三個月就住在百家道 之後老師搬到 麥當勞道 之後又搬到 堅尼地道 老師很會選 在這個半山這一段 方便學生們 而這三個道呢 百家道 堅尼地道 麥當勞道 是老師的身 在住在這裡 可是他的心呢 都在尋找一個大道 這個大道是什麼呢 如何再回到中國大陸 弘揚中華文化 在尋找這一條大道 所以老師的15年當中呢 在香港講課不多 可是呢 做了三件事 這三件事我待會兒 稍微在PPT裡面 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老師啊 要是今天在香港 跟你們講課 他認為每一個中國人 都有責任 對自己的地理文化 歷史有一番了解 這是南老師 對他的一個廣東學生 勞政武說的 嶺南文化 有這幾個人 特別這三個人 今天不是歷史課 我沒有資格跟大家講 張保仔 是好像清朝的傳奇海盜 當時是紅派的 這個好像有戰船 三百多艘 七萬多個海盜兵 後來最後接受那個昭安 這個變成國家的一個水師軍 第二個呢 顯夫人是周恩來總理稱讚的 中國第一經國英雄 他當時主張在這個 楊武帝的時代 收回海南島 還有呢 是你們的大概懂樂曲 樂句的這個才子 江峰 南海時商人 是一個悲劇人才 所以老師說 每一個人啊 特別廣東人 你要這個 對自己的文化了解 廣東話 我剛才還漏了一點 其實老師很欣賞廣東話 他在我的印象當中 他曾經提過 廣東話是唐朝的國語 老師念起詩詞來啊 自己用溫州話的口音 念一番任何詩詞 常常剛好有旁邊有廣東學生 他會請他們用廣東的 廣東話來念 重複一番 因為用廣東話來念詩詞啊 特別好聽 當然還有我們的中國的 釋迦牟尼佛 這個不識字的格勞 我們的六祖會呢 是你們的靈南人 孫中山先生更不需要介紹 因為我在美國長大 習慣看英文報紙 南華早報 最近有一篇 講了未來的香港是什麼 未來的香港是什麼 南老師在90年代 就跟同學們說過 未來的香港啊 就是一個富貴的愚蠢 實際上從90年代看到現在 股票房地產漲以外 沒有一樣東西在漲 工資薪水各方面都沒有在漲 就是一個富貴的愚蠢 南老師早有定論 另外呢 我忘記因為自己匆忙緊張 最近最熱門的話題 是中美貿易戰 南老師要是在世的話 我不敢確定他會怎麼講 可是我看過很多南老師的書 看過老師的其中一本書啊 他說現在的環境中美的關係 就要回去研究 春秋戰國時代 就是又是一個現代化的戰爭 今天選了剛才寶山老師 我叫他寶山老師呢 是出發於尊重 南老師走後以後啊 我有幾個這個朋友 包括自己的親人 我二姐 我老婆的妹妹 很奇特的一個傳奇人物 包括林大律師 常常給我開示 寶山老師也是其中一個給我開示的人 所以呢 今天教我選一個題目 我選了一個說不盡的南懷景 為什麼呢 因為南老師這個題目啊 很適合茶與飯後 坐在飯桌上聊起來啊 很過癮 在台上要嚴肅的跟大家介紹 很難介紹 而且你問南老師啊 講起南老師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跟南老師的故事 而且跟別人的故事都不一樣 加起來大家的感慨 就是一個說不盡的南懷景 那我拿兩個故事吧 來講 其中一個學生 當時我最近看到 我們自己的南懷景文教基金會放的 一個崔德仲同學講到 南老師抽煙的 他拿了一個打火機 要給老師 點香煙 老師一手把它推開 不可以 德仲啊 就覺得 問老師為什麼 老師說啊 只是會培養 墮落 跟傲慢 所以就是 這是一個說不盡的南懷景的故事 我也跟你們分享 另外一個老師對我說 香港人啊 很習慣有 有用人 香港人 富有起來 每一個人都有個司機 我呢 跟老師 有一次提到 關於這個話題 老師說兒子 這個 有個用人啊 有個司機啊 你身邊永遠有個間諜 生活上很不方便 所以這是老師 每一個人的不同的故事 這也是一個 我真實的故事 對不對 個人有個人的感慨 老師啊 大題目 我用了幾個字 十四呢 造英雄 那個家瓊啊 出孝子 國難呢 出忠誠 南老師呢 他呢 只有一個目的 他是來挽救 挽救這個民族 挽救這個國家 從他的角度 挽救什麼呢 老師認為 近代這兩百年 從八國聯軍以後 我們中國傳統的文化 自己民族都不認可 所以老師來挽救 老師同時來接引 他接引了無數的 中國人華人 從新認識中國文化 從新進入 如是道三門 這個啊 老師的人格啊 是他自己講的一句話 我南抹人啊 這一生 沒有為 自己的事情 求過任何人 傳統文化上 人貴啊 勵志啊 這個勵志 是天生的 老師的這個人格啊 是很難形容 而且他這一生 真的沒有為自己的事 也沒有為自己的家人 求過任何人 這是他基本上 做人的原則 這個啊 有人啊 喜歡挖苦我 我最討厭的名稱 是叫做男公子 我聽了就不舒服 這個呢 我呢 又不身在豪門 所以呢 大宰門不適合我 南門呢 是南老師走了以後呢 才有人說 哎呀 南門 南門 欸 有一個跟隨南老師 多年的學生 叫劉宇宏老師 寫了一本書 有一點 不是八卦性子 就是多年 台灣老師 在36年的 來來往往的一些學生 跟客人 跟一些這個 交往過的人 都有一些故事 就寫了一本書 叫《殘門內外》 這個《殘門內外》呢 裡面呢 我呢 就生在老師 就是《殘門內外》裡面的 其中一個故事 為什麼用禪字呢 南老師啊 年輕的時候 花了三年的時間 為了閱讀大藏經 跑到四川的鵝眉山上 一個叫大平寺的地方 閉關了三年 你想一想 我們男人啊 二十多歲 荷爾蒙最發達的時候 最茂盛的時候 跑到廟裡面 然後呢 吃醃過的大白菜 放一點鹽巴 放一點辣椒 就是閱讀大藏經 三年 為了閱讀大藏經 那個寺廟啊 松月老和尚 像清朝孫月老和尚的 成立的大平寺呢 的條件呢 當年呢 是必須要出家 才能看到大平寺 不像我們現在 網上打個Google 大藏經 全部都下載給你 那個時候 要跑到山上的寺廟去看 所以呢 老師那時候呢 皈依的時候呢 皈依了一個老和尚 他的法號叫做通禅 所以上通下禅 那禅門裡面呢 就是這樣子來的 因為老師本身呢 很多學生認為 他是一個禅師 不是吃東西 禅嘴的禅 我們實在太有福氣了 現在手機隨便都可以拍照 當年我們小的時候 六零年代的我 五零年代六零年代的我呢 我們每一年過年 老師會帶著我們去照相館 拍一張照片 好像那個時候呢 是每一年的新衣服 穿上的新衣服 所以呢 才會有這一張照片 照片裡面呢 楠老師呢 他呢 這個一生呢 可以用淡薄朴素來形容他 甚至於可以用諸葛亮的戒指書 淡薄明智寧靜致遠 是他一生的修身養現 沒有離開這兩句話 老師呢 生活不奢侈 一年四季 一身中莊 講究 舒服 健康 保暖 透氣 整齊 乾淨 我呢 母親呢 在中間 我母親是東北人 吉林人 我是吃炸餃麵 餃子長大的 所以吃廣東的點心 我到現在還不太習慣 那個 我母親呢 實際上19歲 跟著國民黨的青年隊 到了台灣 在基隆碼頭 那個國民黨的青年宿舍 著火了 楠老師 這個 那個 有很多朋友住在那個宿舍 聽到著火了 趕去了 趕去了以後 全部朋友都走光了 就剩我母親一個人 所以呢 這個姻緣把我帶來了 這個娑婆世界 這個 那一場大火吧 中間有個老外 這個老外呢 叫薛樂如 我們幫他翻譯 英文叫Wallace Sherrill 他呢 是美國海軍退休的 兩星級將軍 他是二戰的時候 開戰鬥機的 被日本人打下來 打下來以後 做了三年的日本的戰俘 做了日本的牢裡 因為他的官位子大 日本人拍了 拍了一個日本女孩子 在牢裡陪了他三年 你說幸不幸福 我很羨慕他 可是呢 他臉上你看不出 被打下來的時候 縫了87針 他的頭髮呢 短呢 是因為他頭髮長長了 這個 全部方向都亂了 所以他的髮型 跟我們的保善老師很類似 這個 他在 他退休以後 來了台灣 跟男老師學易經 學禪 學禪 學了七年以後 決定回美國 那時候是六零年代 六零年代 六零年代 國內啊 在弄文革 台灣還在戒嚴 老師想到一個方法 讓他收養我 做兒子 把我帶到美國去 所以我是這樣子 十歲 就停止了 我的中文的教育 就跟了學了 先生去了美國 後面呢 有我兩個姊姊 還有我一個乾姊 那個中間呢 反而是我的乾姊 他的兩位旁邊 是我的大姊 跟我二姊 還有我哥哥 我待會兒一一的介紹 我們姓男啊 老師對婴啊很注重 說這個姓啊 很不好 做什麼都難 這個 這個 九零年代啊 江澤民的辦公室 叫江辦 鄧小平的辦公室 叫鄧辦 南老師的辦公室 叫南辦 所以呢 這個男子啊 投胎啊 要千萬小心 老師呢自己說 難為情難為情 要不小心就是 難為情難為情 所以老師說啊 這個姓真不好用 我們呢四個子女 我大姊二姊 我三哥 我 我們呢 名字是叫南可夢 南勝英 南一棚 南國西 我大姊實際上 老師取名的時候 叫南科夢 南科一夢 因為小學 被別的同學欺負啊 微笑啊 她跑得回來呢 我老師不得已把它改成 南可夢 好像沒有關聯性的 因為基本上都有輩分的 老師沒有這種文化 可是你仔細看我們中間四個字 老師多有藝術 多有文化 加起來是可勝一國 可勝哪一國沒有講 可是呢 是加起來可勝一國 老師怎麼看我們子女啊 實際上啊 大家都知道 南老師自己也有一個老師 叫袁焕仙 袁老師 袁老師的老師 當年說了一句話 是天下人為子女 為子 是子女為天下人 你們有沒有聽過 南老師說啊 兒女像眉毛 這個故事 沒有啊 真的不好看 有了呢 也沒用 所以呢 老師呢 對兒女呢 評價就是呢 我呢 跟我的夫人 跟我的老婆呢 聽很難聽老師的話 因為老師在桌上常常講 無兒無女啊 是神仙啊 有兒有女啊 是冤家 我們兩個人怕人家來討債 所以我們就堅持 沒有生孩子 這一個呢 剛才我哥哥啊 很優秀 我哥哥呢 這個 基因上傳承了一些 我父親的優點 口才很好 文筆也好 她寫了一本 上下級的父親南淮景 我大姐呢 剛才呢 有一個故事 南可夢啊 投胎的時候 來的時候 生下來老實說啊 是前輩子我認識的一個和尚來投胎的 我到現在還在猜哪一個和尚 我在猜啊 是一個杭州的四眼和尚 這是我自己猜的 老實沒有講 和尚啊 我這個大姐的和尚的基因啊 對話很好玩 我哥哥的口才好到是 他住在洛杉磯 他呢選上 洛杉磯 和尚市的議員 就像我們的 香港的大議員在這裡 他口才好 然後呢 當了兩年以後 又競選了 第二次 這時候我母親在洛杉磯說 就透過我二姐說 你跟你弟弟講 叫你弟弟不要再競選了 我二姐說 我不做這種事 她把這個責任推到我 我說我怎麼做 我是他弟弟 我怎麼能跟哥哥講 不要再競選了 我就把這個責任推到我南可孟大姐 我大姐怎麼回我 她說 我跟南依捧講 我跟她不熟啊 這是我大姐的禪中的對話 我二姐啊 跟我大姐啊 是淨土派的 他們兩個人在洛杉磯 是那個佛觀商的分寺 叫什麼 在洛杉磯的一個分寺 他們常常在那裡念經 他們兩個 我兩個姐姐念經很有特色 不需要經典 因為基本上都備注 所以呢 她跟我的對話啊 都很有趣 我常常 我把她每一句的對話都留 這是 兩年前 我母親 走了六年了 兩年前 我跟二姐講說 哎呀老媽一走就六年了 我的話很簡單 我二姐回啊 人生真是一場夢 回頭想想 小時候 看看現在 卻是如露一如煉 沙那生滅的人生呢 常常好奇 老爸老媽 他最後一念是什麼 每個人的最後一念是什麼 你說我幸不幸福 有這種姐姐 每一天到晚給我開示 哎 我要講一下 這個最後一個念 是南老師講課的時候常講的 他說你活得糊 一個人活得啊 清不清醒 糊不糊塗啊 他說你早上醒來的第一個念頭 你知道是什麼嗎 你能記得嗎 你晚上睡覺前 睡到的最後一個念頭是什麼 你能知道嗎 你要是這兩個都能回答 你是一個活得很清醒的人 壓力大了 我二姐呢 常常回我 小小念婆人 生活中只有兩條路 忏悔和感恩 阿彌陀佛 我很幸運啊 有一個義父是美國人 一個 自己生養的養父是中國人 東西精華合併 這個呢 南老師呢 是很有名的一個老師的 六零年代 老師在台灣的一個 靜坐的一張照片 你看 我的美國義父 也學會了 我在三十多歲的時候 我發誓 我突然間有一天下午 就接到南老師一通電話 他說 我講一下 我讀的大學啊 我畢業的那一年啊 別的同學要寫 南國西是什麼樣的人 他們只寫三件事 我的最好的同學 大學同學寫 他說第一個 南國西喜歡開玩笑 第二個他說 南國西啊 每天都在長跑 十二英里 第三呢 我的印象對南國西 他每天都有打坐十五分鐘 我呢 三十多歲的時候啊 南老師有一天下午 打電話給我說 兒子 最近有沒有打坐 我找了好多借口 回答南老師 我說 工作忙 賺錢什麼 我沒有打 他說兒子 你到了老 才知道打坐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為什麼呢 現在流行瑜伽 現在流行老人運動 可是你要是真的了解 打坐的功能 真正能了解 打通奇境八卖 你不會拖累你的後人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你的筋骨一柔軟 像嬰兒乎一樣呢 你的人生活得很愉快 那那個薛樂如先生回了美國 帶著我回了美國 還寫了一本 他跟老師學的一本書 《易經》 叫做《Heritage of 易經》啊 那個《愛不見了》 然後呢 這個是我小時候 在台灣的師範大學門口 你可以看到我大概 兩手抓的父親是一個 大概基本上很不安的一個兒子 然後呢 這個老師呢 可是我很幸運 老師沒有留什麼給我 可是留了一首很豐富的一首詩 我把這一首詩橫得為了大家方便 我跳過來 那是老師送我 十歲去美國的時候 老師在前夕寫了一首詩 他說啊 他一生之夜在天心 欲為人間平不平 虧我老來人落拓啊 忘愧年少早成名 功勳富貴源於世 既是立他重實行 凌辱雅鈴任远道 強拋替淚暗傷情 那個實在 所以呢我把中間兩個字呢 也轉送給每一位在位的觀眾 啊 老師啊 有沒有神通啊 我不敢講 我在1969年十幾歲的時候去美國 的前一天晚上 老師對我說 兒子 你以後有機會 你就讀西點軍校 我們現在的麵包店啊 都有品牌的 什麼A1啊 什麼什麼美心啊 台灣那個時代 麵包店沒有 沒有品牌的 麵包店就叫做西點麵包 所以呢我們家門口的附近巷子口 就有一個麵包店 老師叫我讀西點軍校 我以為是讓我去讀 做西點麵包大王 我就一口答應了 結果呢 我呢 真的高中畢業以後 申請 我只申請一個大學 就被錄取了 就進了美國的西點軍校 美國西點軍校 為什麼放這一張照片呢 最上面那一棟籠 是西點軍校的教堂 最高 地理上最高的是他們的教堂 剛好在整修 我上了四年的 每一個禮拜天的教堂 對基督教挺有研究的 我的總結呢 就這兩句話 一切都是上帝的計畫 一切 馬雲這一類的好人 他們都是上帝的禮物 然後呢 你做任何壞事 到禮拜天到教堂 都可以懺悔免罪的 所以這是我對基督教的了解 然後我二姐啊 跟我常常聊到 因為她在洛杉磯嘛 我們不是 我們沒有任何這個 偏見啊 我們只是偷偷地說 好像上帝忘記 他給我們的禮物 我們生活的怎麼那麼辛苦啊 這個老師啊 講課當中啊 就跟基督教不太一樣 這是我自己最喜歡的四句話 今天不是為了這四句話而講解 可是呢就念給大家 終始經百節啊 投胎來了 來來去去幾百次幾千次幾萬次 所作業不亡啊 你每一件做的事 生口意啊 都不會死的 那個因緣會議時啊 果爆還字獸 這個推翻 推翻了那個上帝的那個周日 懺悔可以免罪的事 那個 這是我西點軍校大學 大一的照片 我在第一排 身材呢 比現在還瘦小 這是我大二 上學當中被同學們偷拍的 西點在紐約 你們大概不知道 很冷 那個冬天的時候下雪 下到這個高度 一般啊 你們沒有人給我鼓掌 我在成都那些年輕女孩子 看到這張照片 都會說男叔叔好帥 真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個哪有人這樣子要求鼓掌 那個 我二姐說啊 我二姐看過這張照片說 我可能大一那個暑假 跑到韓國整容了 那個 我在大四 畢業的那一年 我在你們的左上 中間那一排 我也總是斜的站不穩 我的夾克有一個很大的A 這個A呢代表什麼呢 美國西點軍校是陸軍 陸軍的英文是什麼 是Army 所以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 只有少數幾個人 我這一班呢 有A 而且我的A還比別人的A大呢 為什麼呢 美國人呢 那個夾克叫 Luderman's Jacket 他是優秀的運動員啊 才有這個 你不優秀啊 還沒有 所以大部分都不優秀的 那個真的 這是我呢 優秀在哪裡呢 我呢是美國 70年代 我是76年畢業的 我80年畢業的 76年進 我是一個優秀的 長跑將軍 我是洛杉磯高中的第一名 加州高中第二名 所以西點軍校很容易 就馬上就錄取我了 然後呢 我呢 在中間那一排 我 你們的右邊 我的 照片 你的左邊 這個白人呢 叫Tony Thomas 他呢跟我賽跑呢 永遠都在我旁邊 他換鞋子呢 我也留了一張照片 你要不要看Tony 38年以後什麼樣子 現在美國啊 有12個四星級的將軍 有四個 12個四星級的將軍啊 有四個是我的同班同學 Tony就是一個 不不不 不行不行 你知道他負責什麼嗎 南海要是跟中國打起來 就是他 他的戰略區 這是Tony的 另外一個呢 是我的西點軍校的黑人 叫Vince Brooks Vince Brooks 你們大概沒有印象 因為我很注重新聞的 美國前國務卿 每一次去南韓 他就站在旁邊 他特別愛鏡頭 他爸爸呢 本身在美國部隊 就是一個四星級的將軍 所以他一路 一路進了西點軍校 就一路被培養 成現在的這個狀態 他的命好 他到哪裡啊 都不會打仗 他在中東 伊拉克的時候 他到的時候 戰爭結束了 所以他的命 所以我早就預言 南韓北韓不會 北朝鮮南韓不會打仗 因為他的命好 這個呢 我部隊待了五年 當了五年的軍官 忘記講 我是浙江溫州人 溫州人你們都聽過吧 就是商人 中國的猶太人 我也有那個基因 喜歡賺錢 所以呢 部隊的薪水又太低 所以我當了五年的軍官呢 在美國呢 白人世界呢 不太好玩 白人的世界呢 100個軍官啊 99個是白人 一個是黑人 那個比例 兵啊很有趣 100個兵裡面 70個是黑人 20個是墨西哥後裔 10個是白人 而那10個白人 都是高中沒有畢業的 一個黃臉 黃臉的軍官 帶著這一群軍兵啊 這個文化上面 差異很大 我呢 軍隊完了以後呢 就常常來看南老師 就是 但老師 繞著南老師 最多的照片 都是飯桌上的照片 那一個正常的兒子進門呢 總會問 爸您好 誒 禪中不一樣 南老師的回答 跟一般的父親不一樣 你問南老師好 他說我有什麼好 我一天到晚 在見不想見的人 吃不想吃的東西 說不想說的話 我有什麼好 所以你在做兒子很難 你問他也不是 不問也不是 老師晚年90多歲啊 我每一個禮拜天下午3點半 會打一次電話給南老師 固定的 問候他老人家 有一次大概他心情不好 接了我電話 你打來幹什麼 我說 爸 這是您老人家說的 在您這個年紀啊 每一個禮拜要問候一次 他突然間覺得內疚了 他說兒子你做得對 我這把年紀啊 不止早上要打一次 下午還要打一次 這個呢 飯桌上呢 有很多話題 換句話呢 我也喜歡帶很多不同的人 去 我每一次作為商人呢 自己不敢確定 這個生意該不該做 這個人對不對 就帶去給老師看一看 我呢 你們看到了 我穿的比你們都多 西點軍校畢業的 怎麼穿的比你們多呢 說很多男老師身邊的客人會笑我 說這個 這個人啊 怎麼那麼怕風 老師有的時候還慈悲 幫我解脫一下 他說我這個兒子不怕風的 他是怕出風頭 所以呢 我最痛苦的是這個 老師啊 常常把我叫過來 像黑社會那個斧頭幫 那個周什麼 周星馳的電影 有一個斧頭幫的電影 那個老師 我一進門就就過來說 給你介紹 這是我小兒子 西點軍校畢業的 下一句是 這個有學位 沒有學問的一個人 我呢 年紀輕的時候很生氣 老了啊 才知道是真語 真沒有學問 很難受的一件事 什麼叫做學問呢 老師在書裡面都講 普通一般的說法 讀書就是學問 錯了 學問在儒家的思想上 不是文學 學問不是文學 做事對 絕對好 絕對的對 這才是學問 我的溫州二哥寫了一本書 關於我爺爺 南老師對他的一生的影響 叫做人生路漫漫 南老師寫了一張紙條啊 他下面 最右手邊 我小名叫長福 我中文叫南國西 小名叫長福 我哥哥南一鵬叫長壽 我們家有一隻狗叫來福 那個 你就知道長福 比來福 稍微地位高一點 上面寫的啊 他說長福啊 下面是你祖父 當年教我的話 我怕你們看不清楚 我就把它寫下來 大丈夫啊 不可一日無前 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 以前逼死英雄害 這個富貴如龍 游近五湖四海 貧窮如虎 金善九竹六青 打我不痛 罵我不痛 窮小子 心腸脆痛 酷臉好看 笑臉好看 有錢人面目難看 這是我爺爺講的話 杖劍續教天下事啊 黃金多買百成書 我爺爺最後寫的 千金易得一將難求 好像我爺爺講的都是錢 我爺爺啊 是個溫州小商人 他說他有自己的商店 也就是當年你們熟悉的收購 講到錢啊 南老師講到錢啊 我有幾個印象 他說兒子啊 錢啊錢啊 做人做人 人是錢做的 老師記得說 我小時候就跟我講 我去美國錢 他說記得 以後長大 小肺打天下 所以全世界啊 有幾個地方啊 芝加哥 舊金山 紐約 香港 順手塞個小肺啊 好像很自然的一件事 養成一個習慣 抖腿 哎呀 這個是中國大陸 現在我到哪裡啊 都常看到的一件事 餐廳 火車站 這是老實講啊 一個人抖腿啊 一輩子的錢財啊 都給抖光了 這個老師也常提醒我 因為一般人啊 一富有啊 就跑到澳門去賭博 我剛才因為記得 寶山老師說 這裡有幾個澳門的朋友來了 這個老師記得 有錢的時候啊 善用有錢死 可是往往啊都是 這個做錯事以後 才記得這句話 老師啊 常告訴我 有兩種人的錢不能賺 哪兩種人 第一個呢 是女人的錢不能賺 我們講的不是化妝品啊 是不能 他們這個大陸叫做機頭啊 不能讓女人為你賺錢 這是一個 不能賺死人的錢 所以呢 像中國人比較忌諱 像這種殯儀館啊 這一類的 因為在最悲傷的時候 你要什麼錢 人家都會付的 所以這兩種人的錢 我呢 這個有一個日記 我喜歡做經濟日記 這是上面寫的2月1號 到2月28 1985年 我那時候的薪水呢 一個月加起來 2122 我哪一天吃麥當勞 24號吃麥當勞 兩塊五 我都記得清清楚楚的 這是我的習慣 然後呢 在我離開部隊以後 四年 我一個月 1月1號 我一個月賺六萬多 加個七千的佣金 我以為啊 自己啊 很了不起 走路呢 鼻子都往天空 天翹 我來香港看南華爾士 從美國 老師看到我 第一年 知道我賺這種錢 他說 兒子啊 你那種 那麼一點點錢啊 你在矮人中間做高人 你沒什麼了不起 你覺得你 那麼了不起 在我眼裡 你快起不了了 我保證你再過幾年 你一定血本無歸 就是那種態度 我後來真的血本無歸了 過了幾年 然後那個 老師啊 問我在做什麼 我說哎呀 我在做金融啊 他說你做金融又怎麼樣 我說啊 我可以認識很多有錢的人 他說你認識了很多有錢的人 以後又怎麼樣 我說我可以賺很多錢 他說你賺了很多錢以後又怎麼樣 我就沒有答案了 他說兒子 你是一個沒有人生觀的一個人 你還不如去討飯算了 你討飯也可以活一輩子 這些話 都是無形當中產生的家教 我常常帶一些金融的朋友 在香港去看男老師吃飯的時候 老師一問 你做什麼 他說哎呀我投行 好像很偉大 老師說你們這個不叫做試驗 那些投行的人會說 那老師什麼叫試驗 老師說教育是試驗 所以呢 我的最好的一個大哥啊 你們大概有一部分的人都有用 是黑人牙膏 你知道黑人牙膏是上海嚴加的 在香港的 他這個在台灣大陸 一年啊賺一百四十億 那個總經理啊 是李大哥李洪謙大哥 做了五十年的總經理幫黑人牙膏 我問學佛的 我問他 他的人生觀是什麼 他說哎呀這個真的很困難 難道我一輩子來了就是做牙膏嗎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困難 老師怎麼講試驗 老師講啊一個人一輩子 做一件事情 對社會大眾有貢獻 對國家民族 對整個的社會 都是一種貢獻 這才算是試驗 這是老師對試驗的定義 老師啊知道罵我 有的時候也罵得過分 後來呢我學本無歸 我也被台灣人騙光了 真的我的第一桶金 一百萬美金被台灣人騙光了 老師常常提醒我一個人啊 順的時候不要得意忘形 不好的時候啊 也不要失意忘形 你不好的時候 你窮的時候不要見的人 就說我很窮 千萬不要做這種事 這是我男老師給我的 哎呀女朋友呢 我老婆在 她三十年的老夫老妻了 也沒關係 這個啊我當年呢 認識我老婆以前 我有一個台灣的浙江 模特兒的女朋友 哎呀 愛得要死要活的 然後呢我把她帶來 給男老師看 然後呢我那時候 剛給台灣人騙光 我說哎 然後呢她去洗手間的時候 我就跟老師說 我說爸這個怎麼樣 老師啊怎麼回答我 他說兒子啊 你現在在走最不如意的運 你所有見到的人 都是不好的 哦你說男老師拒絕人真厲害 這麼一句話把我全部打掉了 那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三個月以後呢 我們就分手了 老師啊香港人有個病 叫做冷氣病 剛才啊 我跟寶山老師坐在前面 有一個他的義工 坐在那裡穿個T恤 叫天行什麼 行天命的T恤 他跑到哪去了 他在一直散熱 香港人最怕熱 老師啊 跟我講年輕的時候就說 男女啊 做那件事的時候 千萬不要開冷氣 為什麼 那個冷氣進了你的肾以後啊 永遠出不來 老的時候會冒出來 叫做風濕 所以呢 現在呢大陸女孩子啊 我現在都不敢抬頭看人了 大陸女孩子啊 每一個都整容 很難受的 那個啊 老師當年啊 看到一個女人 看到每一個女孩子 問到這一方面 老師都用 就是這四個字 一切啊 道法自然 不需要再做什麼 我呢 剛才寶山老師也介紹 我有一個馬來西亞華人的鐵男粉 是我老婆 這是我跟他 跟男老師在上海造的一張照片 我呢 不久前呢 把我自己的一個小公司 賣給了上海普發銀行 有一点錢過晚年 自己很得意 跟老師匯報了這件事 欸 老師沒有回我 欸 她沒有說兒子那很好啊 老師接著就問我 欸 碧莫在做什麼 我說她在學畫畫 她另外呢 也學了瑜伽 現在做瑜伽老師 欸 老師的回答 就回頭看我一說 欸 她說兒子 那你以後有飯吃了 所以呢 這是禅宗啊 實在不太好玩 這個呢 我的碧莫呢 鐵粉絲 在我呢 只剩這麼一點點錢的時候 她逼得我在蘭桂坊 買了一小層的一個樓 然後在男老師走後以後 把我全部的儲蓄啊 用光了 買了一層樓 叫做做成槐師小學堂 我那個每個月呢 不賠已經很好了 這裡面呢 有瑜伽 欸 有特色在哪裡 有一個禅堂 你們要是下午啊 每個禮拜一 禮拜三下午沒事 三點半 過來打打桌 然後那個 這是 那個我們請一個 男老師的學生 叫鄧坤彥設計的 好 給男老師 我的家教還沒完呢 這是我的孫子 是我二哥的 兒子的兒子 叫南葉 你看老師啊 家教到什麼程度啊 他就寫 他說南葉啊 老老實實讀書 規規矩矩做人 太公 書正 你再看另外一個子子 同樣的話 規規矩矩謀生 老老實實做人 平磊 同樣的人啊 老實寫字是因人而至 為什麼呢 平磊啊 他不在我可以說他壞話 他就是一個不規矩的人 所以老實叫他規規矩矩矩做人 所以老實可以看穿你的毛病 看穿你的習性 而且對你的因人而至下藥 老實知道我啊 大概有了錢 稍微啊 不夠不思 提醒我 財法二失等無差別 這個老實常提醒我 富貴啊 發心難 貧窮不思難 這個台灣人啊 我在台灣出生的 那個發心 常常講成花心 花心 哎呀那個台灣的學生啊 那個台灣福建人的口音也很好笑 老師啊 他這個啊 我那個老師有個學生叫朱文光 是老師的秘書 台灣人福建口音很多 常常跟老師講 是個兒子 是個兒子 老師一直聽不懂 後來別的學生說老師啊 他在說是個兒子 有老師啊 就是剛才才們內外的 跟隨楠老師 五十年 最後的五十年 幫他出版 還在世呢 今年呢 九十八歲 劉宇宏老師 哎呀他最討厭了 劉老師啊 喜歡挖苦我 他大概幾年前 也跟著楠老師來挖苦我 他說啊 長福啊 最近看起來不錯啊 我說哎呀 劉老師脫您的福啊 他說劉老師說 哎你不要脫我的福啊 我們這些老人啊 這一生啊 看多很多有錢的人 一夜當中沒錢 我問你啊 倉福 你需要錢才能心安嗎 這是劉老師的話 我問你們 你們需要錢才能心安嗎 你看 你聽到我常常叫男老師 我自己的父親為老師 我小順哥有一句名言 我二哥啊 他說學生們啊 是一日為師啊 終生為父 我們很幸運 我們是一日為父啊 終生為師啊 所以我們叫楠老師 我的家訓家教 基本上講完了 我已經浪費了一個鐘頭 我有多少時間啊 我後面還有很多 可是我就加快吧 老師有很多頭銜 我就不念了 可是呢 老師呢 自己稱呼自己是學人 甚至於他說 他這一生啊 一無所長 一無是處 然後呢 很多人都說 老師精通如是道 秦漢語 這是老師講課的時候 秦漢語 是三家 如末道 六朝以後啊 變成如是道 然後呢 老師的儒家思想啊 老師事實是精通 佛家跟道家 可是老師最重視儒家 從他的著作 《論語別才》 跟那個原本大學為原 你就可以看得出 他是真正的孔門 孔門的信徒 老師呢 佛家的路線 佛家有很多宗派 佛經 佛教呢 典籍呢 浩如淹海 這個佛門呢 這個異議 這個深奧難通 可是呢 楠老師呢 走的呢 是靜民路線 就是在家人居士的路線 你從老師的幾本書 《金剛經》 《說什麼》 還有這個 《唯莫說法》 《花語滿天》 就看得出 楠老師的靜民的路線 然後呢 道家 老師年輕的時候啊 就已經打了一個很深厚的 他在認識他 袁泰老師之前 就打了他深厚的 道家的底子 所以呢 基本上 以這六個字為主 功成 民粹 生退 所以老師呢 跟老一輩的學者 都有一個共同點 有學問 都很愛國 可是老師的政治理想 我都不敢跟你們講 因為香港是一個 很敏感的地方 老師認為在一個十四億大 治理新加坡 治理香港很容易啊 五百多萬人口的地方 七百多萬人口的地方 一個小地方很容易 你事實管理 十四億人口 必須鐵碗 所以呢 老師的政治理念 老師啊 待會兒我還要講一下 老師這個 我跳在大家前面 楠老師啊 在1980年末 就說中國人有兩百年的好運 兩百年的好運 可是呢 他沒有說哪一黨 有兩百年的好運 老師說有兩百年的 中國有兩百年的好運 可是呢 老師同時加了一句 兩百年以後 這個地球的資源 也就差不多用完了 老師有很多話 一次聆聽啊 終身受用 我呢分享幾個 老師常小的時候就跟我講 一個人啊 立地如丁啊 無事不成 他最鼓勵我的 就在巷口開個面店 他說不管你做多久 做久了啊一定成功 然後呢 常常呢 大家現在有好多爭論 老師兩句話就打翻了 立場不同啊 觀點兩樣 這個老家 老師的道家理論啊 現在最流行 壁骨 老師這四句話 若要藏身呢 胃藥要藏空 若要不死 藏裡無死 你們今天晚上沒吃晚飯 我在幫你藏裡無死 那個啊 老師常一講啊 大病小癢 小病大治 這怎麼說呢 突然間你發現你有癌症 末期了 一般人都很緊張 化療這個化療那個 不必 不用緊張 大病啊 小癢 小病啊 馬上要大治 避免成為大病 啊 老師常講 一個人的一生啊 百年三萬六千日 不在愁中啊 疾病中 好像我們的人生就講完了 我最近啊 前幾天我才碰到 神通與神經啊 只隔一張紙 真的發誓 我前幾天飛杭州 旁邊坐了一個越南的 跟我差不多同歲的越南的 國內請了他做總經理 他是IT專家 然後呢 他有一個三哥 他說聰明絕頂 四十多歲以後變神經了 就是聰明絕頂啊 所以老師常講 神通與神經啊 只隔一張紙 所以這是最殘酷的三句話 而且現在流行最多的 我每 這些三句話我都不敢看 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在講我自己 然後那個 人生有三個基本錯誤不能犯 一 德博而畏尊 二 字小而謀大 三 力小而認重 就不要說我了 那個老師呢 出生在1918年3月18 1918年是什麼時代 百年好容易說的兩個字 百年呢 1918年 台灣割讓的甲午戰爭是1895年 老師13歲的時候 日本人已經侵占了東北三省 那是什麼時代 我們這一代沒有做過難民 你現在看敘利亞的難民 我很同情的 因為我們這一代 你沒有做過難民 我不敢想像那是什麼樣的一個生活 什麼樣的一個味道 老師他們出生在那裡 這六張照片 基本上把楠老師講通 就介紹完了 可是最可惜的沒有他小的照片 楠老師一生的學問 他自己說 都在他17歲以前 在自學 這個傳統 世俗的情況下 老師的好學是 常人不見的 他自己的用功 一直到老 每天晚上都看書 所以呢 而老師的小時候 沒有他的照片 這六張照片是老師的招牌照 我稍微講一下 老師自己講 他的百年 是生於憂患 死於憂患 我們可能沒有老師的程度 因為他是為國家民族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的社會環境 包括這個環境 垃圾垃圾各方面 也是一種憂患 自己國家的民族的行為 老百姓都缺乏規矩 我們也在憂患當中 這個 我從來沒看過這兩個字 叫圖批 我第一次看到以為是茶批 老師呢 這個2012年 六年前呢 過世 那個中興法師文書 四川成都文書院 這個我們火化老師 我把男老師認為 定為是個有福氣的人 為什麼 男老師有自己的圖批爐 所以這個叫做圖批爐 火化爐 一磚一磚的 都是男老師自己的學生 大概的 就是下面這個背對的 我們的古道師 跟謝福智同學 然後呢 火一火能燒三四夜 之後呢 燒了五天六夜 留了一個完整的頭顱 然後這個 我們是浙江溫州月清人 講到溫州我就不想 剛才已經講到溫州人的缺點 賞門大 沒文化 只懂得做生意 老師不應該出生在這種地方 可是呢 就是我講的這個 國難啊 初中城 同樣的例子 在最壞的地方 出現一個有文化的人 然後 老師自己講溫州史上 只有一個人有名 叫做勇家禪師 浙江人常講勇家派 勇家禪師 有好幾首詩 老師講課的時候常用 心心急急急事 散亂心心飛 急急心心事 昏沉急急飛 看不懂 看不懂對吧 你不用看 我告訴你 你只需要挑四個字 散亂 昏沉 我們永遠都在散亂跟昏沉 你這一下子談這個 一下子談那個 你很散亂的 昏沉呢 一上出租車 一上巴士 就打瞌睡 你昏不昏沉 就是 老師呢 在溫州呢 在他三十歲之前 十七歲立志 去了浙江國術館 打了 累積了他一生的好武功 也就那個時候 他遇上了聖士法師 學了他的道家 他後面很多故事 為了時間我就不講 四川呢 老師 結果呢 這個七七事變 日本人打下來以後 找了借口 老師跟著人潮呢 沒有回家 就去了大後方 去了一去四川呢 這個 還有 前五年在四川 認識了 前吉母女 前吉先生 錢宗牧寫了 四首 四句話 形容楠老師的 少年狭義跟行儀 還有 就是 這一首詩 也可以算是高山流水啊 有知音啊 他形容楠老師啊 俠谷柔情天賦予 臨風玉樹立中驅 知君兩見 觀心事 世上昌生架上書 老師也寫了一首詩回他 這個因為今天的時間 之後啊 南老師第一個頭銜 不叫做南老師 叫做南教官 老師呢 在中央軍校 就是當年的黃埔軍校 蔣介石的軍校 當了這個政治教官 還有武術教官 可是呢 因為黃埔軍校 中央軍校的位置 就在成都文書院的後院 老師週末的時候 常常去跟和尚啊 這個切磋佛 佛經啊 還有拜訪聖賢 訪問仙人啊 在四川還多的是 所以呢 而且就在四川的時候 他遇上他的 這一生的唯一的老師 叫做袁幻宣 袁太老師 袁老师接引 南老師進了佛門 進了禪宗 這個老師如何尊師重道 把他當年 跟隨袁太老師所學的一切 在四川的唯摩金色 成了這一本書 叫做《唯摩金色重書》 我都是 只有一個人批評過南老師 八個字 批評南老師的缺點 這八個字 律語過言啊 責任如己 南老師啊 罵起人來啊 你鑽到地下都不是 你鑽到地下也不是 最可怕的是 南老師罵學生的時候 他明明是罵何必莫 可你坐在旁邊 感覺他在罵你 那個 然後呢 袁太老師的女兒 也寫了一本書 叫做《昙花與夢幻》 所以我常常說啊 基因基因啊 還是有道理的 不是一家人 不進一家門 要不然不會出這種書名的 袁太老師還寫了一本書 叫做《師門之印同門之尊》 我稍微講一下 中國傳統文化真的沒有 為什麼沒有 這個師門啊 跟同門 是一個很珍貴的 很難得的 很寶貴的 你們現在屬於寶善老師 你們都屬於寶善老師之門 就是這個同門啊 互相啊 應該幫助 互相應該協助 沒有了 我認為這個時代啊 沒有同門啊 至尊啊 根本不存在 所以呢 我覺得呢 傳統文化也真面臨危機啊 老師啊 他在四川的時候 跟了袁太老師不到一年 偷偷地上了大平市 四川的峨眉山的中峰啊 然後呢出家了三年 為了閱讀《大藏經》 然後下來以後寫了八句話 我把上面四句拿掉了 只留了下面四句 波爾 他是自己寫的 形容自己 波爾門中啊 有法則 聰明絕頂啊 是無能 此生不上如來做啊 收拾和山藝藥人 這是老師發的宏願 他要收拾這個和山 如何收拾啊 就是恢復中國的文化 哎呀 老師的晚年冒出一個文書院的 中庆大和尚 我認為呢 當然最近那個 有一個學成法師 中國佛教學會 出了出了一點事 他是佛教學會的會長 中庆法師是副會長 這一個呢 不講 中庆法師是四川同南人 然後呢 受了南老師的委託 找到元太老師 在文革的時候的骨灰 南老師呢 也幫元太老師做了一個靈骨塔 寫了這三十二個字 紀念元太老師 他說啊 法魯啊 神恩 未報萬一啊 造此靈塔 永世古今 數到堅心啊 摔目難行 特遣子弟 叩拜法身 那時候呢 很幸運的 我跟畢墨還有幾個同學啊 大家一起做了這個 這個靈骨塔的活動 老師呢 在晚年走後 老師的骨灰 設立 跟頭顱 我們一時不知道怎麼處理 也委託了中庆法師 放在文書院 中庆法師也是各種姻緣 把南老師放在 旋葬法師的設立 設立谷的房間 同一個房子 我想他們兩位老先生 都還在對話講經吧 那這個 老師呢 之後去了台灣 一去去了三十六年 主要呢 老師一到台灣 做了一件 唯一這一生 做了半年的商人 而南老師取名啊 不像長江黃埔啊 他沒有用這種名字 老師取自己的公司名字 叫毅力行 老師為什麼取了名字呢 老師講啊 毅力兩個字 君子於義啊 小人於利利 與君子談事情呢 他們只問道德上 該不該做 跟小人談事情啊 他們只想到 有沒有利可圖 這個呢 講到義啊 這是我另外一個溫州的侄子 甚至於這個人啊 叫南淳輝 其實我是淳之輩的 啊 叫南淳 南淳 那那個老是想到南淳啊 南淳金 南淳錢 南淳贏 這個名字不好取 可是南淳輝呢 是溫州的首富啊 老師寫了兩句話 虛之啊 道義無價 且記啊 富貴有盡其啊 全部講完了 不只是對淳輝 對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毅力行是這樣子的 後面的一些故事 老師在台灣呢 出了他第一本書 自己親手寫的 叫殘海里策 殘大如海 我稍微介紹給你們 殘海里策 老師啊 很可憐 五塊錢台幣 一本書 沒有出版社 願意幫他 他自己花錢印 所以沒有出版社的名字 可是最重要的 在1955年 老師在書背上寫了這一句話 為保衛民族文化而戰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 林木大卓 Suzuki上 在美國弘揚禅中 說禅是日本人的 老師聽了很生氣 所以出了這一本書 老師常講 一個國家的靈魂精神呢 是在文化 一個國家亡了不怕 是可以復國的 最怕是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 整個亡掉 那就翻不了身了 而我們適時面臨這個局面 老師啊 講到啊 文化斷過沒有 整個亡掉就翻不了 我們的民族國家文化 斷過沒有 你看老師的書裡面 就知道 秦始皇到漢武帝 之間有七八十年 文化曾經斷層過 所以呢 因為我們現在學白話 自己的寶庫 沒有鑰匙打開了 所以透過 南老師的白話 來解釋 中國傳統文化給大家 所以呢 講到文化 敵不開教育 老師怎麼講文化教育 中國人的文化教育的目的是 教育一個人完整的人格 老師常講 我們啊 我現在自己呢 有一個過不了的關 我常常看到國人呢 去日本 朝拜日本人 我也呢 自己不能不講 很欣賞日本人 可是我對日本人很熟 我知道他們骨子裡是一個很小氣的人 民族 是一個很極端的一個民族 德國人跟日本人 那麼優秀 德國人是天生的工程師 日本人也是天生的 這個miniaturizing的工程師 可是這兩個民族殘酷起來 比一般的任何的民族都殘酷 可是日本人的這些禮節 做人從哪裡來 老師跟你講 就在禮記裡面的學技 所以日本人的孩子的教育 從哪裡來 都從禮記裡面的戀女傳 所以老師特別注重母教 所以現在常常講說 孩子向他送了下令營 沒有用的 在我的眼裡 為什麼 母親都沒有正確的行為 孩子怎麼可能會正確呢 所以真正要教的是 老師要教母親 老師在台灣 不好意思 你沒有孩子 你笑什麼 Kelly 老師在台灣 當了 只在這幾個大學 做了短帳的講課 我母親很苦 因為我們沒有正常的收入 老師在這三個大學都很紅 紅了以後 引起別的老師的忌妒 老師一感覺到別人 嫉妒他 他就辭職了 所以這是男老師 老師講課 當年真有這種習慣 我希望你們跟隨保勝老師也培養 每一次講完課 做一個團體的紀念 老師在台灣還 繼承袁太老師的殘期的習慣 每一年 初二到初八 他不出去外國旅遊 他們就待在殘堂裡面打殘期 這兩句話是老師每一次打殘期 避挂的兩句話 此事選佛場 星空即地歸 就是這兩句話 老師的末寶 這個老師呢 我在你們的左下 我小的時候呢 不懂得什麼是殘期 只知道有七天的速食可吃 可是呢 也就這樣子的熏熏的 熏染了我了一輩子 當年在台灣有一個官員 他的兒子李時珍 寫了這四句話 形容男老師 上下五千年呢 綜橫十萬里 金輪五大教 初入百家年 是當初的原文 老師覺得不好意思 改成三大教 那個 老師呢 在台灣成立了一個老古出版社 是他的一個 這是老古出版社的屋頂 老師當年五十九歲 哎呀這差不多我那個年齡 老師才成立 這個是一個古國制的老學生 知道老師啊 經濟上辛苦 把自己母親 他沒有父母親 把他母親留下的房子 抵押了三十萬台幣當年 給老師成立了出版社 老師也就這樣子取名 叫做老古老古 然後論語別財 是老師的最出名的 這個幾個你們都看過了 老師比喻啊 儒家是糧食店 道家是藥店 佛家是百貨店 還有更更好聽的句子 在後面 老師呢 說做人啊 不要嫌的做人難 在論語別財裡面啊 他說你說做老天也多難 做天難做四月天啊 禅要溫和賣要寒 行人妄情農妄女啊 踩上娘子妄陰天 這個現在不管怎麼樣的一個時代 大家都喜歡看相算命啊 老師有兩句話啊 心思不定看相算命 你心思定了 根本不用看相算命 可是呢真要看命呢 曾國藩在論語別財裡面也講 也有四句話 公民啊看器語 事業看精神 窮通看指甲 壽天看竹種 真正辦事業的人精神啊 旺盛 老師剛才在香港 這是老師在香港的一些照片 老師第一件事做了經溫鐵路 這個後面很長的故事 是溫州的領導來了香港 這個把老師當作這個台商來對待 那時候還不太了解男老師呢 那個反正呢 老師呢 花了當年 蓋完了經溫鐵路以後呢 本來可以上市 老師一股都不要 全部還給浙江省政府 就是這個環路愚民的一個作風 包括呢 老師在香港的時候 跟李登輝 因為當年有學生 跟李登輝要好 李登輝的右手叫舒志成 然後呢 直到大陸有一個機會 大家想統一 做了一個 九二共識的一個角色 老師裡面寫了 和平共濟 祥話 宿願 同心合作 發展經濟 協商 國家 民族 統一大一 可惜啊 李登輝不爭 不爭氣 這裡面還有一個小故事 台灣有一個雜誌 叫龍奇 是老師的 這個 學生辦的 當年呢 在82年的時候 專門罵李登輝 跑來很得意 跟老師宣耀說 這個雜誌專門罵李登輝 老師當了他就說 你啊 半個雜誌 罵李登輝 不是浪費時間嗎 你有本事 你去中國大陸罵毛澤東 你毛澤東不殺了你 殺不成你就成英雄 你半個雜誌 罵蔣介石 蔣介石會拿錢收買你 讓你不要再罵他 你去罵李登輝幹什麼 他臉皮厚 也不在乎 罵了他有什麼用呢 所以呢 大家有可能聽到一個小故事 李登輝能當總統在台灣 跟楠老師有一點關係 因為當年有人問楠老師 反正呢 老師也不承擔這個責任 可是老師事實很後悔 他說當年選李登輝 其中一個原因 是李登輝沒有兒子 可是真沒有想到 後來他是一個瘋子 老師呢 你可以從金溫鐵路跟九二共識 看到他的政治立場 他是買票不入場 他保持永遠保持一個方 遠離權力中心 保持一個方外人的角色 是古代高色高士的人格的作風 老師在香港其實進了他第一次 回到祖國 在廈門辦了一場禪 叫做南禪七日 你們要是打YouTube啊 這些都在他 他那七天的講課都在這上面 很珍貴的一段錄影 老師那時候有很多學生 在九零年代 在香港常常 台灣人 華商 到新加坡人 都問老師怎麼進大陸 做生意 老師有四句話 你一定要抱得 共產主義的理想 那我說明一下 共產主義 這是理想 然後呢 社會主義的福利 資本主義的管理 中國文化的精神 老師永遠不理文化 大陸大陸老師的晚年 回到大陸 我剛才講了 因為呢 就像當年呢 我們的達摩來中國 他有一句話 震誕 有大成氣象 我覺得老師回祖國呢 也是 老師常講到這一本書 中國人的2000年的預言 一個大 所以老師從87年 就預算中國有200年的好運 我剛才已經講完了 老師的晚年在中國 在一個蘇州太湖 叫做大學堂 可是老師自己形容啊 他在那裡是掛單的 這個掛單啊很多意思 其實我們這種掛單 每一個人都應該有 現代的社會很喜歡 累積房地產 這樣子有了房地產 新財安 實際上我們來了這一生 都是掛單的 我們都在Airbnb的狀態裡面 走了以後呢 也就都不是我們的 所以呢 老師形容掛單 這個掛單呢 又回到我的爺爺身上了 左邊說 此年啊 是你祖父當時對我說的 他說啊 得一日災糧啊 且過一日 有幾天緣分啊 便住幾天啊 所以呢 老師啊 在晚年啊 講太湖大學堂 他說啊 這個地方啊 一天和尚 一天中啊 和尚走了啊 庙也空 所以老師常常講啊 這個地方啊 大學堂以後怎麼辦 前幾天那個崔德仲 還講了一個笑話 他說這個地方啊 以後會不會變成 東方妓女院啊 這個啊 有一個學生 叫李慈雄 在上海浦東 成立了一個書院 叫橫南書院 永恆的紀念男老師 其實老師當年批准他 叫南淮景書院 他很謙虛 老師在走以前的半年 一年前 寫了四個字 我先賣個關 我剛才講到啊 我長得不像男老師 我很難過 可是我回去看了這六張照片 老師17歲 在浙江國術館 24歲男教官 二十八歲的通纏 閉關完以後 老師的台灣 當年三十八歲 出了第一本書 晚年在香港 七十多歲的時候 我覺得我這一張照片 有一點像南老師 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像 我呢 發現我找到原因了 我從小就模仿男老師 老的時候呢 後來我發現了是什麼 原來啊 那一張照片是老師 還沒有開悟以前的照片 所以我跟老師像 是像在他還沒有開悟前 的時候的像 所以你看一個開悟的人 拿的是拐杖 沒有開悟的人拿的是照片 南門南門 是我最近常聽到的 南門啊 不存在 南門派 南學派 我小的時候啊 唯一的南門啊 就是台灣的叫做南門市場 跟我媽媽每天去買菜的地方 老師啊 我自己形容 其實老師有四色 南門四色 我想講什麼呢 老師啊 你進入老師啊 你肯定是在這個地方 認識男老師的 飯桌上 這個是飯桌上 第一件事啊 你敢來啊 你氣色一定要好 你氣色不好 老師一眼就看穿你 你快要生病了 老師第一個色 是醫藥治人 他馬上拿一點中藥來給你 你快要受風了 你風寒了 第二個 老師的私詞感人 老師講課 誰說 不像我在這裡念 老師啊 順口而出 就是一個 就是一首詩 再來呢 老師呢 有銳利的眼光 他觀人 觀世 觀世間 他把你都觀透了 所以呢 我在飯桌上呢 看到有無數的人 這個飯桌呢 很有意思 老師自稱呢 這個飯桌呢 飯桌完了 老師開 叫做 吃完飯 叫做開常委會 就是老師要講課了 這時候是大家最享受的時候 坐在旁邊 聽課 老師自稱這個 這個飯桌叫做人民公社 中海 中南海的 中國 南家 靠海 的人民公社 有誰來呢 達人 高官達人 這個江湖 這個江湖郎中 窮川學生 還有這個富商巨人 可是老師 全部 平等的對待 全部免費吃飯 這是南門四射 這個桌上的話題可多了 故事可多了 我現在有一點後悔 我下一次啊 就只講飯桌上的故事 那個飯桌上的故事可多 老師啊 你們剛才聽到都很羡慕 可以在飯桌上 見到南老師 老師不是 大家走了以後 老師說啊 這個地方啊 是倒霉大團結 發財不見面的地方 這個 然後呢 有一次啊 有一個高干子弟 我不講明了 這個要小心了 那個 老師啊 來了以後啊 他就跟老師吹牛 他要做這個 做那個 老師那個 好啊 好啊 就在那裡 走了以後 學生們說 有一點看不慣老師 說老師 你為什麼不 就跟他明的講 你就不做嘛 老師我不能明的講 他說任何人 跟你談任何事 千萬不要輕易答應 你沒有跟這個人共過事 不要輕易答應 然後呢 另外一個呢 女公子呢 也是高干子弟 來了啊 要要老師一大堆書 又要老師簽名 什麼什麼 然後呢 拿了一包書就走 學生們看不慣 說老師你為什麼不說他嘛 老師說 說了也沒用 所以呢 這個 老師啊給他的學生啊 寫了一首詩 我不講明哪一個學生 我挑了兩句話 大企業家 紅人 啊 老師說 你啊 佛名佛利啊 浓如酒啊 醉的人生呢 醒不清了 另外呢 老師常常跟他講 你啊 這個好事做了很多 壞事啊 也做了不少啊 所以老師罵人 挺有意思的 老師怎麼看讀書啊 老師說啊 一個人為什麼要讀書 從中國傳統文化來說 最正確的答書 是讀書 是明理 明理是先要明白做人的道理 中國素來的教育目的 是為了做人 而不是為了生活 啊 老師啊 你聽過中國人最喜歡講 一命 二風水 老師不是 老師啊 排 排序是 一德 二命 三風水 四基因公啊 五讀書 你的命再好 你沒有德啊 也沒有用 所以你常常看到 很多有錢的人 最後沒有錢 因為缺德 所以老師把德 排在第一 讀書啊 常看到啊 書道用實啊 方恨少啊 是非經過不知難 今天來以前 我還漏了一個 我閉默呢 我老婆提醒我 她說老師啊 黃金有價 書無價 十四千留 我不留 這個很大氣的 十四啊 我們現在都在 Internet的時代裡面 有老師的書裡面常講 由來富貴啊 緣如夢 未有神仙啊 不讀書 未有神仙不讀 神仙是從哪裡來 神仙是從 神仙是修來的 所以呢 什麼是神仙啊 老人 老的時候啊 不拖累 親人就是神仙 所以呢 讀書啊 有一個大樹理論 是我們的家鄉 溫州嘉新領導 是前建設部 前建設部部長 求寶欣 也是一個樹生領導 他有一個大樹理論 他說啊 樹 他比喻樹是怎麼 樹葉呢 是哪一類的樹呢 雜誌 一周刊啊 蘋果日報啊 微信啊 這個叫做樹葉 樹枝呢 是學科的 樹幹呢 是本專業的 樹根呢 是四書五經 那楠老師在哪裡呢 他說楠老師 比樹根還重要 他說楠老師是 楠老師的書啊 是最好的土壤 把四書五經 看不懂的四書五經 翻譯給大家聽 那劉宇宏老師 聽得很不爽 他說楠老師也是 四書五經 這個 老師的學生啊 常常形容啊 經思易得啊 人思難求 經思 我剛才被寶山老師 安排了採訪 經思是專門 教你專業知識的 人思呢 是教你做人做事 所以呢 學生們 有四句話 人生難得啊 中土難生 佛法難聞啊 名思難遇 我這個中土難生 特別感 每一天看新聞啊 都很感慨 中土難生 看叙利亞 看中東啊 看印度啊 反正看非洲啊 覺得啊 我們真的很幸運 香港真的是一個佛地 福地啊 這個佛法難聞 不用講 這個 另外呢 哎呀 很多感慨吧 這個 老師的學生啊 這個 左手邊那個胖胖的 叫歐陽哲 是林國輝 還有他女朋友 Kelly最好的朋友 是老師當年的小六祖 他呢 是百科全書 一邊做飯給全部客人吃 然後呢 穿著鞋子可以窗盤 打坐 然後馬上入睡 可是老師要是 要是一提到哪一本書 哪一頁有 他馬上可以立刻回答 他呢 比我小一歲 今年六十一 這個單身一輩子 我前一陣子呢 跟他吃飯 我說哎呀 歐陽哥啊 很羡慕你 這個 一輩子啊 沒有教過女生 你的身體一定很棒啊 沒有謝過 然後呢 他怎麼回我啊 他說啊 不會啦 這個蘋果放在桌上 久了也會壞 哈哈哈哈 老師的身後事 男老師啊 也做了一件 不可思議的事 男老師啊 沒有留遺書 之後呢 男老師走後啊 這個很好玩 這個我覺得是 老師的最後一堂課 給子女也給學生 大師不留遺書 這個呢 老師啊 在他晚年就寫了四個字 這四個字是天下為公 所以我們子女呢 也呢 在報紙上 願意把老師的全部的遺產 作為公益 可惜呢 就有一個台灣的家族 跟李登輝同中 同姓 霸占了男老師的財產 所以呢 這個經過六年的官司 還在打當中 可是呢 打了打了 我領悟出很多 很多人生道理 真的是老師 佛法裡面講的 人的一生呢 真的是沒有是非 只有因果 看你敢不敢做而已 然後呢 我們最近呢 把老師的 在中國大陸 因為不管香港多重要 可是呢 中國有14億人口 最需要 這個文化的傳承 我們把老師的全部的書呢 重新呢 設計的封面 出了一套的書 我們也在台灣 成立一個出版社 叫南淮景文化 重新編輯老師 跟教隊老師的舊書 然後我們有一個網 叫南淮景文教基金會 你們有空的時候 可以上網看老師 全部的錄音跟這個講課 微信呢 這六個最最準確 傳達現在南老師的 全部的訊息 然後這個是網站 我呢 自己學佛很淺 我有微信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 叫做頭像 我用了周恩來總理的八個字 因為當過軍人啊 我還有那種殺氣 上馬殺賊啊 下馬學佛 是我的 最近大陸還有一個很紅的將軍 他在講 他在講南海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聽成是佛法 因為呢 老師的官司的後 那個之後 這個對方啊 毀謗啊 還有各方面呢 感慨很深 就感覺到金英南講啊 他在講一個人啊 一個國家 小成就需要朋友 大成就需要敵人 我聽到的都是佛法 然後呢 最終呢 南老師有一個女的學生 晚年呢 做過律師 他的老闆說啊 一個人啊 打官司 假如任何人有官司糾紛啊 要有六個字的態度 要認真 最終的結果 不要當真 我喜歡呢 我喜歡呢 我的入門呢 是這一本書 叫《人生的起點與終戰》 裡面呢 把十二英元 講得非常 從無名 原型開始 那那個 另外一個呢 是我喜歡的 叫《南懷錦與皮特聖集》 我告訴你 我多美國人啊 我很笨的 我沒有看這本書以前啊 我以為晚上啊 天空是黑的 後來看了這本書才知道 天空 我們這一邊的世界 永遠是藍的 只是晚上沒有光 變黑了 所以我說 而且宇宙裡面 有幾個顏色啊 書裡面都告訴你 青、黃、赤、白 青就是藍 黃、赤是紅、白 你說綠呢 混合的 不是主要的顏色 所以老師把人 然後呢 大家呢 偶爾會癢 偶爾會痛 人生有幾個處啊 有三十二個處 有三十二個感受 都在這一本書裡面 很科學的 我呢 我留幾個我的微信 我自己看到了 我兩個師父蠻喜歡的 他說人與人的差距啊 表面上啊 看似財富的差距 實際上是福報的差距 表面上看似容貌的差距 實際上是心境的差距 然後另外一個師父寫啊 生活不簡單啊 盡量簡單過 這句話呢 我很感慨為什麼呢 我們進入AI式時代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了 我感覺 我有危機感 我感覺百分之 前一陣子有一篇文章說 百分之八十未來的人 都是廢人 大家可能都沒有工作了 你不學得過簡單啊 不行啊 最後呢 人生的標準 這是我的標準啊 不是很高 要活的在死以前 必須要得到這八個字 心安理得啊 問心無愧 現在大陸 我最不喜歡的 都是稱呼大家老實 明明是先生 不稱呼先生 明明是小姐 不敢用小姐 我呢 下了車 或是到哪一個場所 都稱呼我叫男老師 我們家裡啊 因為我父親 我們男家只有一個男老師 我小名叫常夫 假如你忍不住 待會一定叫我一聲 你叫我福哥福哥 謝謝大家